可以在真性的后面加一加字 台为真加式即可呀 电视剧中 红后为什么要给真还次性为真加式 而不是纽红路式呢 那就要先说一下台奇 所谓台奇就是提高一个人的奇迹 身份地位也随之提高 偶尔汉军级台奇就需要将原本的汉性 改为一个满洲化的名字 那怎么改呢 因为满洲姓氏有很多某某家这种姓氏 比如说瓜尔家式 所以人们就在汉性后面 加一个家或者尔家的字样 变成了某家式 某尔家式 比如康熙的母亲是汉军旗 台奇前姓童 台奇后改为童家式 强龙的令妃原本姓魏 台奇后改为魏家式 那么真家式和纽红路式有什么区别呢 纽红路式原本就是满族的大姓 十分显赫 但汉人的姓氏后加上家式 只不过是汉人凭飞入宫后受宠 皇帝台奇才加上的姓氏 所以两者之间看似都是台具 日记上的差距却十分大 皇后也是害怕甄嬛因此会有了后盾